請問一下夏小姐 她兩年沒有來台灣了 這次來有沒有想特別再去救地窮的地方 第二個是她的歌曲聽起來很舒服 很像她度假的感覺 那她自己平常休假的時候 她怎麼安排自己的時間 好 他有兩位問題 第一位是 你幾次去台灣 你最遭遇了什麼 所以你這次在台北或是接下來的問題 那是第一位問題 第二位是 因為所有的歌曲都聽起來很像是假的 人們在假的 很放鬆 很開心 所以 你喜歡做什麼 當你自己的假的時間 第一位問題 我喜歡做的 要去吃個小龍包 然後吃個小龍包 我喜歡吃小龍包 想吃小龍包 想吃小龍包 是我的最喜歡的東西 是小龍包 是小龍包 甚至於日本 我經常去中國餐廳吃的小龍包 然後還有品牌 還有蔽 我不知道到底有甚麼叫做的 不想叫它 你們知道 它是藍色 它是藍色 但ors中是藍色 也有很多 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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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是我最愛的食物,每次我來這裡都很甜蜜, 不太甜蜜,但它也很普遍在華盛領域。 好,剛剛他回答了第一個問題,他就說他很喜歡吃小籠包。 其實在台灣是怎樣? 不好意思喔,胡亂飛。 他們正確認我,因為樹架是黑色,所以它應該是世家,不是芭樂。 你吃白的東西? 對,是世家,對不起。 我真是不太誤會。 你應該嘗試吧。 所以他說他很喜歡吃小籠包,就是他最喜歡的菜色。 另外他也提到台灣的水果很好吃, 那他喜歡這個水果是世家。 那他還說,剛剛解釋了一番,因為其實他不曉得世家怎麼講。 但他也講到為什麼他喜歡世家。 他說因為在巴西裡有世家,所以他蠻喜歡吃這個水果的。 OK,還有沒有別的問題? 假期。 對,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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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期,我非常活躍。 我喜歡每個地方去,我喜歡游泳, 去山上,去海洋,去玩水海洋,去玩球衣, 去玩球衣。 OK,他說他其實是一個還蠻athletic,運動的女孩。 所以他說他喜歡游泳啊,爬山啊,或是sikaya, 他喜歡去這個海邊的那個,那叫怎麼講啊,滑翔翼的那種啊, 那個東西。 就是海洋,我不知道他怎麼翻譯耶, 就是在海邊有一個滑翔的那種東西。 有限大陣子了之間, 就是按網塑給旁邊的推 Chrom Why and that!